为了照顾关怀同门村和文蓝村的弱势家庭 小太阳关怀协会22号在荣树社区成立了南区部落关怀福气站 而秀林乡长王玫瑰小太阳关怀协会理事长徐美玲 同时也进行关怀发放物资 针对地收入户特殊个案和竞品扩大关怀南区的乡亲 长期治理办理部落免费克服的小太阳关怀协会 为了扩大服务于秀林乡同门部落荣树部落 文蓝部落米亚马部落和崇光部落南区的乡亲 20号并且在荣树部落成立小太阳南区部落关怀福气站 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公所教民宿简明贤 秀林乡小太阳关怀协会理事长徐美玲 文蓝村长田文才同门村长叶清贤 小太阳南区部落关怀福气站南区辅导专员 赖惠美马赛共同来见证这历史心理课 北区到南区大概也有三四十公里的距离 所以这次小太阳学堂 他能够成立一个南区的一个福气站 我想这个是对乡民的一个福气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我相信未来的整个连结会越来越缜密 因为不管是从公所也好到我们的各村村长 再到我们的关怀园 再到我们的小太阳的一个福气站的整个连结 我相信会做得更好 会让真正需要的一些帮助的乡民 都会受到福祉的安好 今天我们到南区 从光铜门文蓝 还有苗碗跟榕树 我们为了小太阳南区部落的乡民们 扩大了服务在南区 我们在这里在榕树成了一个小太阳南区部落光摆福气站 针对部落的低收入户 净贫固及家庭弱势 而且特殊个案的家庭们 做了一些服务的项目 希望南区部落不用特别到秀林部落 到小太阳光华协会会址那边来报个案 任何个案 只要是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都愿意在我们的福气站这边来帮助他们 我们福气站的督导员是赖惠美马赛督导员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家矿告诉他 我们会把资源送到我们南区部落福气站这边 让我们更多的乡民 需要帮助的乡民 得到真正的资源 即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够让每一个乡民得到幸福美满 小太阳南区部落光华福气站是南区辅导专员 内会们免费提供空间 五场为大家服务作为据点 小太阳光协协会理事长许美丽表示 这次发放供给有800分的生活物资 针对低收入户 特殊个案和敬品的乡亲 透过服务据点的成立 来帮助南区需要协助的弱势家庭 小太阳南区部落光华福气站 站不站 站 乡长站不站 站 徐平英事长站不站 站 记得将你休养要不到 我会继续的乡亲